都说老来吧,老来吧,这句话里蕴藏了多少人心底的渴望。 在人生的末年,能有一个亲近的人相伴, 分享平淡与琐碎的日常, 一起携手走过人生的最后一场,是何等幸运的事情。 然而,生老病死是人生的必经之路,谁也无法避免。 两个人肩并肩走过岁月的风风雨雨, 相互搀扶,互为依靠。 但是,在恩爱的夫妻, 也终会面临一个人先离去的时刻。 先走的那一位或许能得到解脱, 但留下的那一位却只能默默在心底 体会那份难以言喻的痛苦。 尽管生活还要继续, 但在这个时候,很多老人会选择重新寻找一位人生伴侣, 让生命中的晚霞不至于太过孤单。 于是,老年人再婚的现象越来越普遍。 这也引出了一个新的话题, 六十岁的老年人在二婚之后第一次远房, 会是怎样一种感受呢? 人生中第一次经历某件事情, 都会是一个全新的体验。 那么,老年再婚后的第一次远房, 又会给人带来什么样的感受呢? 今天,我们将倾听一位亲身经历过这种情况的老人, 宋大娘的新生。 六十岁的宋大娘, 她的一生经历了太多的起伏与惊喜。 她坦言,自己原本从未想过会再婚。 她和前夫已经离婚多年。 脾起前夫时, 她的神色变得复杂。 前夫比她大八岁, 曾经是一个家庭美满, 对她很好的人。 但在他们晚年的某一天, 前夫突然迷上了跳跤一舞。 这个场合本无乐意, 但却成了他们婚姻的分歧点。 在前夫开始跳舞后的第二年, 宋大娘发现她和另一个女人走得很近。 得知前夫的背叛时, 她的心仿佛被刀狠狠地割了一下, 痛却心扉。 虽然她们当初并非因为爱情而结合, 但背叛总是残酷的。 当宋大娘知晓这件事的时候, 一切已经无力回天, 她们的婚姻最终只能已离婚告终。 她的脸上写满了无奈与悲伤, 眼神中流露出对往事的遗憾。 在这里, 我也想再次提及关于交易舞的事情。 说实话, 老年人最好不要涉足这些充满诱惑的活动。 也许你本身并无坏心思, 但别人未必如此。 这个年纪的人最容易抵挡不住诱惑, 何况是对感情不够坚定的人。 宋大娘的前夫曾经是一个好男人, 对他、对这个家都很好。 但是那个女人的出现, 却击碎了他们一辈子的感情。 最终, 前夫没能抵住诱惑, 背叛了这个家庭。 回忆起往事, 宋大娘的眼神里满是遗憾与无奈。 他说, 原本以为满怀信任以依赖的婚姻, 竟然会因为一次次的小诱惑而土崩瓦解。 那个女人不断地纠缠, 前夫最终没能抵住诱惑。 当宋大娘发现真相时, 一切已经无可挽回。 前夫已经彻底背叛了他, 背叛了他们共同营造的家庭。 最后, 他选择了城前, 选择了离开。 未来是不可知的, 但人生的脚步依旧要向前迈进。 在离婚后的财产分割中, 宋大娘得到了一半的财产。 尽管这半壁江山, 在现如今的世界里并不算多, 但对于他而言, 已经足够安稳度日。 三十多万的积蓄, 听起来好像只是冰山一角, 但他给了宋大娘一份沉甸甸的安心与安定。 每个月, 宋大娘还有一千多块的退休金, 虽然数额不大, 却也是宋大娘岁月静好最重要的保障。 尽管宋大娘现在没有属于自己的房子, 依然漂泊于世, 寄居他处, 但租下一间小小的屋子, 每月花费六百多块, 倒也能让人心安。 再加上伙食费之类的开销, 勉强也能凑齐一千左右。 在这样的安排下, 这样的生活对宋大娘来说, 已是恰到好处。 想起以前, 宋大娘还要劳心劳力, 操取家务, 照看那个已经成为过去的前夫, 而如今, 无事则一身轻松。 宋大娘本以为, 生活的质地, 从此将会是简单而安然的。 然而命运的诡计, 总是喜欢开些别样的玩笑。 在前年冬天, 宋大娘结识了一个男人, 老张。 她的出现, 犹如一阵温暖的风, 轻轻推开了宋大娘那紧闭已久的心门。 宋大娘万万没有想到, 会在这样的年纪, 还能体验到恋爱的心情。 那一天, 宋大娘租住的小屋里的水龙头忽然漏水了, 滴答作响的水滴声, 像是无形的鞭子, 抽打在宋大娘本以紧张的神经上。 宋大娘急得手足无措, 打电话给房东, 希望能尽快解决问题, 而房东却告诉宋大娘, 最快也要到第二天才有人能来。 可是宋大娘能不能撑到第二天呢? 宋大娘不是心疼那几块钱的水费, 只是担心今晚将彻夜难眠。 于是, 宋大娘随口跟邻居老张说了一下情况, 谁知, 她竟立刻起身, 拿着几件简单的工具就过来了。 宋大娘原本没有多大的期望, 只是想着随口一说, 能够求个安慰。 没想到, 老张竟如此认真的帮宋大娘修好了水龙头, 还顺带修好了坏掉的电饭锅和电风扇。 她仔细地与宋大娘讲解如何注意用电的安全, 动作细腻而认真。 她说, 她以前是个电工, 但这些事情得心应手。 在修理水龙头的时候, 老张不小心弄湿了衣服, 水自在她的衣巾上晕开。 宋大娘盲地上一条干毛巾给她。 然而, 老张却挽救了宋大娘的好意, 笑笑说, 这两步就到家了, 用你的毛巾反而麻烦。 老张说, 如果以后有任何问题, 都可以找她帮忙。 从那以后, 老张对宋大娘格外关心, 适时为宋大娘考虑周到, 关怀至情, 逆一言表。 宋大娘也时常到她家里坐坐, 慢慢地了解她的生活背景, 才知道, 她也是一个孤寡老人, 妻子早已去世, 留下她一人孤独生活。 而宋大娘, 早已经与过去的丈夫划清界限, 各自添牙。 这是不是一种命中注定的安排呢? 仿佛一切都在冥冥之中, 自有定数。 宋大娘和老张的关系, 也因为这种特别的境遇, 多了一份莫名的亲近。 很快, 宋大娘便无可救药地爱上了老张。 最终, 是宋大娘主动向她表白的。 宋大娘对老张说, 不如我们两个人在一起吧。 一开始, 宋大娘只是想着能搭伙过日子, 毕竟, 彼此的孤独都需要对方来填补, 也不知道老张是否愿意与宋大娘结婚。 宋大娘早有了模糊的担忧和不安, 心中纷乱如麻。 老张却先开口道, 搭伙过日子, 对你没保障。 要不, 咱们再婚吧。 再婚对你有保障, 宋大娘盯着她, 内心波涛汹涌, 从未想过她会同意再婚这的事情。 然而, 经过深思熟虑, 宋大娘最终选择了搭伙过日子。 没想到, 老张竟主动提出再婚, 这样人始料未及。 就这样, 宋大娘和老张再婚了, 筹备了一场盛大而隆重的婚礼。 记得在年轻的时候, 宋大娘和前夫的婚礼不过是简单的仪式, 四下见证, 心满意足。 而如今, 宾客们熙熙攘攘, 三十多桌宴席上弥漫着欢声笑语。 虽要耗费了不少金钱, 但宋大娘心里踏实, 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细想来, 和老张的事情, 居然进展得如此顺利, 真的让宋大娘有些恍惚。 我们的恋爱, 不过是彼此坦荡相处, 没有过多的激情和波澜。 如今结婚同居, 内心更是充满了紧张与期待。 宋大娘一直以来, 以前夫的婚姻是父母之命, 并未体会过自由恋爱的感觉。 现在和老张成婚, 自由自在, 却让宋大娘既紧张又激动。 那一晚, 宋大娘静静地坐在卧室, 等待老张走进来。 终于送走了宾客, 夜已深, 老张独自在客厅里喝酒, 直到夜深人静, 十一点半左右, 醉醺醺地回到了房间。 心底泛起一丝失望, 这是我们婚后的第一个夜晚, 宋大娘内心有些许期待。 然而, 宋大娘强远柱没有表达。 毕竟, 今天大家都很高兴, 宋大娘也没有资格埋怨什么。 坐在这里, 等待的过程显得漫长而煎熬, 时间似乎被拉得无比缓慢。 一个多小时里, 没有手机的陪伴, 只于寂静的房间和宋大娘对未来的遐想。 一切仿佛来得如此突然, 跟老张在一起, 幸福中又透着些许不安。 宋大娘希望, 这剩下的余生能与她幸福快乐地度过。 从未来过的幸福, 或许也是一种奇迹吧。 不知为何, 心里的话还未说完, 老张竟然还没有过来拥抱宋大娘, 甚至一句温存的话也没有说。 宋大娘起身走向她, 只见她已经睡着了, 安详的面容, 似乎在诉说这一天的疲惫和满足。 但在她确实是醉了, 宋大娘心中也确实有些失望, 更多的是失落。 宋大娘打算用热毛巾给她擦拭脸膛, 然后扶她上床睡觉。 就在这个时候, 老张从怀里取出了一个盒子, 温柔地递到宋大娘面前, 宋大娘的心跳瞬间加速。 她深情地望着宋大娘, 缓缓地说, 这枚戒指是我们爱情的见证。 宋大娘感动地说不出话来, 轻轻地伸出手, 等待她为宋大娘戴上这枚 承载着我们甜蜜爱情的戒指。 就在宋大娘准备接过戒指的那一刻, 她又从口袋里拿出了一条闪闪发光的项链, 你一直缺条像样的项链, 今天就送这个给你吧。 宋大娘惊喜地看着她, 内心充满了对她的感激和爱意, 宋大娘不禁思索, 这些贴心的举动和话语, 她究竟从哪里写来的呢? 那一刻, 宋大娘的心弥漫着一股说不清的温暖, 泪水在眼眶中打转。 她见状, 赶紧拿起毛巾, 温柔地为宋大娘擦拭泪水, 从今日起, 这枚戒指将成为我们之间最深的表白, 这些话语如同细腻的羽毛, 轻轻地落在宋大娘的心上, 抚平了宋大娘内心所有的创伤和不安。 那的夜晚, 仿佛埋藏了无数的惊喜与幸福, 老张不仅刻意为宋大娘脱下鞋子, 还细心地按摩宋大娘被磨得起泡的脚趾。 大多数男人总嫌拟人的脚臭, 但她却毫不在意, 反而不断地抚慰宋大娘疲惫的双脚。 她温柔地对宋大娘说, 让宋大娘去打一盆热水, 给你泡脚吧。 宋大娘胆紧摇头, 不用了, 这些事情宋大娘自己来就行, 但她坚定地回答道, 你是宋大娘老婆, 要是不为你洗脚, 那宋大娘为谁洗? 这句话让宋大娘感到无比的温冷和满足, 宋大娘的心再次被她的爱意融化。 最后, 当她要去打一盆水来给宋大娘洗脚时, 宋大娘拦住了她, 反而是宋大娘自己端了盆热水回来, 默默地为她洗脚。 毕竟, 她给了宋大娘那么多的惊喜和爱, 宋大娘也应该回报她一些温冷和体贴。 当宋大娘洗完脚后, 她用力地把宋大娘抱起, 将宋大娘轻轻地放在床上, 温柔地吻着宋大娘的脸颊和窝头。 在柔和的灯光下, 她深情地对宋大娘说, 从今以后, 你就是宋大娘的人了, 宋大娘一定会好好爱你。 那一瞬间, 宋大娘紧张得不知所措, 只能害羞地把头埋在她的脖子处, 感受着她身上传来的温暖气息, 享受着这一刻的温存和甜蜜。 那的夜晚, 我们彼此之间的距离变得如此亲近, 仿佛彼此的心都被拉得更紧了。 灯光渐渐暗下来, 宋大娘在她的怀里 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安全感和幸福。 回想起网约的种种, 宋大娘的心终于得到了一丝慰藉。 也许, 老张真的是上天派来弥补宋大娘的福气。 她带点宋大娘的惊喜和爱意, 让宋大娘觉得生命重获新生, 以前附在一起的那些失落岁月仿佛都被抚平了。 那些曾经的付出, 那个最终让宋大娘失望和痛苦的男人, 已经成为过去, 而老张的到来, 让宋大娘明白了幸福还是会眷顾宋大娘, 尽管经历了漫长的等待。 宋大娘对老张还是很满意的, 就像一种温暖的存在, 现在她已经成为宋大娘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已经不短了, 每每想起我们第一次园房的情景, 宋大娘的心里总会泛起一阵温柔的涟漪, 那种幸福感堂佛在星湖上轻轻裂裹, 由下一种不消散的甜蜜波纹。 那一夜, 宋大娘躺在她的身边, 感受着她带给宋大娘的奇妙惊喜。 宋大娘几乎整晚都转转难眠, 只因为幸福来得太过真实, 让人难以迅速适应。 那是我们生命中不可多得的闪光时刻, 每每回响, 心头便涌上浓浓的幸福感。 说实话, 假如再给宋大娘一次选择的机会, 宋大娘依然会毫不犹豫地选择与老张在一起。 这样一个温暖体梯的男人, 对宋大娘带来了无尽的安全感与满足, 让宋大娘感到生活中的每一分每一年, 都充满了意义和希望。 在她的爱护下, 宋大娘重新找到了生命的方向和色彩, 宋大娘相信, 我们的幸福生活才刚刚开始。 对, 只有和这样的她在一起, 宋大娘才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 宋大娘是如此的爱着她的老张。 宋大娘从无数次在内心深处, 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 回味着那些美好的时刻, 那种幸福的感觉令宋大娘终身难忘。 记得我们第一次牵手的时候, 内心的喜悦简直无以言表, 记得我们一同散步时, 那份惬意和温馨深深地印在脑海里。 对于人生中这样重要的抉择, 只要自己感到真正的幸福, 那就足够了。 尽管有人说, 老年再婚未必能够获得真正的幸福, 但总有例外存在, 而我们便是那幸运的例外。 宋大娘始终怀抱着希望, 衷心祈愿所有晚年再婚的老人都能像我们一样, 携手共同迎接生活中的每一个幸福时刻。 当然了, 老人在婚之前一定要充分了解对方, 三思而后行, 再做出慎重的决定。 宋大娘那样的例子告诉我们, 唯有在全面了解彼此之后, 才能经营出和谐美满的婚姻生活。 如果贸然选择没有深入了解对方, 那么不仅不会感到幸福, 反而可能陷入痛苦的深渊。 犹如人生的任何经历一般, 老人在婚能否幸福, 完全取决于你所遇到的人是否合适。 这世上总是有人欢喜有人潮, 一切事物都具有两面性。 再婚的人可能过得快乐, 独机的人也可以生活得自在。 保持心态的平和是经营生活的关键所在, 重要的是过好自己的每一天, 无论选择怎样的人生道路, 都应努力保持内心的宁静和满足。 对于那些渴望追求美好, 二婚生活的老年人, 务必要仔细权衡利弊, 再行决策。 但宋大娘由衷的希望, 所有真心寻求幸福的人, 都能最终修成正果, 开启圆满的二婚生活, 共度幸福美满的晚年时光。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大家觉得我讲的有点意思, 欢迎大家点赞关注, 你的支持是我更新下去的最大动力。 谢谢大家, 我是单身朋友在中国的小慧表姐。 大家好, 我是小慧, 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 要分享给你们。 我想告诉你们, 我已经开通了会员视频频道, 我将在这里分享我自己的亲身经历, 分享我自己的故事。 欢迎大家订阅会员, 一同来分享这个旅程。 我会在会员频道定期更新专属视频, 让你们可以更深入地了解我, 了解我经历的故事。 你们的参与, 你们的订阅, 将是我继续前行的最大动力。 谢谢大家。 如何投稿给我? 如果你是手机用户, 打开视频下方的简介, 点击投稿链接。 如果你是非手机用户, 可以直接点击视频下方投稿链接。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